兄弟们好啊,我是小土豆啊 咱们的这个面包车已经卖了 这两天再找一个全封闭的小三轮房车 或者是电四轮房车啊 刚好汪哥的朋友呢 有一辆这个全封闭的电四轮老头乐 今天的话也是开到他的这个店里面来了 让我看一看啊 想要的话大概是3000块钱这样 咱们先从前面到后面 整体参观一下吧 这辆电四轮车呢 它可以买这个保险的 跟这个小汽车的模式啊 差不多啊 有这个大灯 晚上开车的话也是非常的安全的 轮胎的话也是汽车轮胎啊 咱们打开这个车门 看一看里面空间啊 门这一块的话 它没有这个摇手的 应该是查查电之后啊 前车一键升级 这一块就是非常的高级了啊 然后看看座椅这一块的话 整的不错 双排前面两个后面两个 从这边到这边 我刚才扎了一下 有这个一米九的空间 整辆车长的话是两米九啊 充电的地方是在这 整上这个充电器的话就可以充电了 高的话就是没有多高了 看起来的话 大概只有个一米五这样 宽的话 我用手扎了一下 大概也有个一米五这样啊 这挺好的 你看这个后尾灯啥的 都没有出现这种破损的状态 咱们看一看这个后面吧 后面的这个空间的话 也是足够大的 完全可以放一个一米八的板子 八十公分宽 然后人的话可以坐在这里面 这一块整的就是挺好的啊 而且它这个车 有一块就是比较牛逼了 带这个空调的 直接连接这个电瓶 也就是说咱们不需要 买一个什么移动空调之类的 完全是多余的 打开这个电瓶 就可以吹这个空调了 电机的话好像是三千 三千起 是三千瓦还是五千瓦的 我搞忘了 反正是特别的大 爬个大山之类的 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需要帮这个座椅这一块给拆了 然后铺一个板子就行了 咱们坐到这里面来感受一下 这一块的话 还有一个显示屏呢 你看看这个功能还挺多的 有冷有热 你看看这整的多好呀 你看全自动的 有手刹 脚刹 方向盘 显示速度 对吧 然后这个上面这一块 整的都非常的到位 设计的非常的合理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新啊 还整了一只小鲑鱼 在这里面睡个觉的话 绝对是踏实啊 而且前面这一步的空间 你看咱们这个腿 能伸直 可想来这辆车的这个空间 绝对是小不了啊 这边的话有这个出风口 睡觉的时候从这边出个风 整辆车都凉 而且你看到没有 它是中间宽 两边窄 头睡在这个后面 靠这一半 完全是挺好的 看看这个顶部这一块 非常新啊 三千块钱 不带电池 什么功能都有 只需要再整一个电池就可以了 这一块还是相当牛逼的啊 内部空间巨大无比啊 开着的去穷油 经济也实惠 比这个油车要好得多啊 整体车看起来也非常的新 咱们这个顺时针再看一看啊 轮胎 对吧 也比较新 齿轮硬也比较新 然后从侧面看 也没有这个破损的状态 原车原期啊 包括前车这个灯光 非常大 晚上开车绝对安全啊 我觉得好像不算贵啊 有一点这个心动了 咱们今天的话 好好考虑一下吧 没有了面包车之后呢 我是怎么睡的啊 这两天的话 都是住在这个店里面来的 今天的话 也是打扫了一下这个卫生 帮里面的东西都收拾了一下 今天晚上就是睡在这个沙发上面 这是我的移动电源 这边是我的物资 等我们帮这个车整好了之后 就可以帮这些物资带着 然后出发去穷油了 卷联盟已经拉下来了 然后咱们今天就是在这个店里面休息的 顺便给他守个电 上面的话有两个大型的风扇 灯光的话非常的多 睡觉的时候只需要帮他关一下就行了 然后咱们也是 搞了一瓶这个人参啊 晚上喝一个 中午没吃完的菜 再吃一个 看看这人参 在这呢 在这呢 是吧 看的是非常的明显 中午就没吃完的饭菜啊 也不热了 闻一闻看看有没有坏吧 嗯 这辣椒给的不多 油也多 应该是没坏啊 这米饭的话也是中午打的这个米饭 给他吃一吃 不吃的话就浪费了 这就是人生了啊 看到了吗 胡须 搞一个 这家伙 兄弟们先干一个 哇 今天居然忘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啊 你看 菜有 饭也 啊 酒也有 就是没快 这整的麻烦了 只能说是 用这个手抓了 嗯 吃一点喝一点 灯一关躺在床上面就能睡觉了 啊 挺好的 嗯 这辆车呢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价格呢 我感觉稍微是 有一点贵了 不过看这个橙色的话 真的是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而且也算是 这个老头乐的天花板的 啊 你说他那个窗户的话 那个灯 电机 包括一个倒车影像啥的 里面的装饰品啥的 座椅啥的 都跟小汽车相差无几 嗯 这就是我喜欢的地方 再喝一个 太舒服了 啊 怎么今天晚上的话 也好好的考虑一下了 啊 真的是错过了 你又不一定能找得着了 三千万钱 说句良心话 不算贵啊 不算贵 又不是那种破破烂烂的 嗯 关键是我的面包车才卖了两千八百块钱 连个三个车都买不起 这是最大的这个笑话啊 投资了一万多块钱的面包车 哈哈 最终只卖了两千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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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爽啊 喝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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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